快来看呀 我的芒果好可爱呀 教你如何养胖嘟嘟的芒果 一个小台芒 去掉皮 用嘴把果肉缩完 剩下芒果盒就好了 慢慢冲洗冲洗 刮掉盒上的果肉 加点护发素给芒果打理毛发 洗香香后用纸巾吸干水分 用冷风把小芒果吹干 吹到气氛干就可以让小芒果自然风干了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只胖嘟嘟毛茸茸的小芒果 还能把它染成各种颜色 真的很好玩 不是吧 我没看错吧 我吃完的芒果几点护发素 揉一揉再洗一洗 等干了以后 它会变成一只可爱的海贼米小芒果 真的假的 吃了这么多年的芒果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这种芒果的过程 看起来挺简单的 我也来试试吧 咯咯咯咯买芒果去 好了 芒果给你们买回来了 我买的准准一张 就是这个方案能成功了 我就给我的小芒果美人发一只小芒果 咱们先把所有的小芒果都给拿出来 我一路买了十斤的芒果 咱们先来给这些小芒果洗个澡 接下来咱们来为什么削皮 超乱了 芒果全部削完了 现在我来吃完一趟 嗯 咱咱们给你们来的好好吃 芒果盒轻轻松松就被我砍出来了 剩下这些咱们用手道来把它剔出来 我终于把芒果盒全给剔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清洗这些芒果盒了 先来点热水泡一泡 松节松节 泡得差不多以后呢 咱们用手把上面的果肉给加速剔护掉 这不第一次还几遍 怎么整理把果肉给洗干净 第二遍清洗 现在真的可以看出来一点盆中的茫茫了 第三遍清洗 这回咱们用牙刷来刷 马上没参与的果肉都给剔掉 第四遍清洗 宝贝们 这制作芒果比我想象中 有麻烦的多的多了呀 这些果肉也太难剔出了 我的手都快刷断了 试试我这么努力做芒果的份上 给这小姐吃不够的吗 刷刷刷刷刷刷刷 芒果盒又急越干净了 第五遍清洗 现在可以挤上洗发水来洗咯 被洗发水洗完以后 这芒果闻起来真香了 差不多也洗干净了 因为有纸巾把它们给吸干 所有的芒果盒都直接丢一遍 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 这些问题把它们给彻底烘干 不知道以后他们真的会变成毛茸的吗 大家来试一下 两千年后 不可能不可能啊 没想到这毛茸盒之下以后 真的变成了一只毛茸的小芒果 对吧 它的毛茸全部都空白了 盖着以后所有的毛茸都竖了下 这都感觉就绝了 没想到毛茸盒真的能变成小芒果 摸起来好软好酥呀 这个是原色的芒果 我还有颜料染了一个粉色的 这一只粉色的摸起来也超容易啊 真的太好了吧 听不懂的小伙伴子 你们该不会真的伤到吧 该不会有人真的以为 芒果盒不一定成芒果吧 你们来看一下真相吧 真相就是这些芒果盒吹开以后 人家变成了扁平的片子了 这表面压根就没有毛茸的感觉啊 不再非常扁平 摸起来还挺粗糙呢 其实啊 这两个芒果根本就不是我洗出来的 而是我从网上买的芒果发卡 窗户上面的毛毛也根本不是芒果鲜妹 而是一种特殊的人造毛 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样上当的 快把你们做的芒果发到别人去 让我看一下吧 我的天哪 有客小女孩 收到了一个装着四枚巨型鸟蛋的包裹 把鸟蛋打开 里面竟然孵化出了超可爱的彩虹小鸟 剪开彩虹鸟 竟然在她的身体里 发现了一只绿色头发的本命星座娃娃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小鸟蛋里竟然孵出了超可爱的小鸟 小鸟姐妹 她的肚子里竟然还滚命星座娃娃娃 还能给星座娃娃炸病子树双 这也太可爱了吧 小鸟 让我找小鸟 小鸟在哪呢 走走 小鸟 小鸟 我的小鸟快孵出来了吧 你是从哪儿呢 这么多鸟蛋的 这可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了 你想干嘛 别别别 你这超好吃的辣椒 你的鸟蛋你先来用一下呗 那好吧 那你等一下哥得还给我 放心 我们可能肯定还给你 你把宝珠们 咱们拆弹去 怎么算是骗过来了 宝珠们 咱们先把这三只蛋给拆开 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小鸟 从最右边开始 竟然是一只粉色的小鸟 这该不会是火热的牛吧 长得好萌啊 再来开中间这只 我敲 妈呀 这些鸟是啥呀 这只小鸟它怎么长得个长鼻子呀 它脸长得怎么像红细不一样红啊 这只鸟今天还是绿色的呢 有最后一只了 太狠 不是吧 竟然是一只纯白的小鸟 它全身上下只有土地上的呆毛是黄色的 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这大眼睛看起来可乌乌了 现在这三只小鸟都已经开出来了 它我的身体究竟有没有星座娃娃呢 我最想找到的就是我的盆平星座白羊座 猫子猫 它在弹幕和平衡区上 打出你们的星座吧 我们就好多说 我们先从这只小黑鸟开始找吧 那么猫子猫 如果我现在正在参加西瓜比例一年一度的打榜赛活动 小伙伴们每天观看视频 评论加弹幕 看直播 不是也获得票数 每人每天可以获得一百多票呢 但说大家一定要把你们手上的票偷偷偷偷鬼 这样我才能成功进击哦 能不能打榜成功 就在你们了 哎 猫子猫 我突然发现小鸟的手臂上 好像有一个按钮啊 再上次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来试一下 我没吹过吧 他竟然会吹口哨 找人捏你 哇 那里还硬邦邦的呢 来 剪开看一下 我剪 你们白色的棉花露出来了 我原来棉花就抛出来 啊 真是 黑头娃娃 哇 这黑头发的摩羯色啊 这位前有没有摩羯色的宝宝呀 看你这个娃娃 剪开小鸡鸡吧 试一下 这里还有一只 不是吧 竟然是撞猫毯 嗯 绿色头发 不是 胜手座 没想到胜手座和摩羯座 还竟然在同一只牛宝宝的身体啊 不得你看起来那么胖呢 屏幕屏幕是个动的小伙伴吗 看把小鸡鸡点子来让我看见你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 这只红色的牛宝宝顿子里是什么 正好能小身体 所为圆灵灵的大眼睛 眼睛美得不要不要的 他们的腿顿的现在 还是一个不灵不灵的亮片呢 来吧 咱们直接剪开 打开 我已经看到新的娃娃了 这一只竟然是红色头发的 偷出来 你想到红色这一只竟然是吃这个 第一头飘移的头发 真的是太有特性了 对了 这里面该不还有吧 让我进去偷一偷 果然还有 偷出来 竟然是一只蓝头发的 这不是水牛状吧 一蓝一红 难道他们两人是VP吗 体验前 巨蟹座和水瓶座的小伙伴们 右边点课小鸡鸡任务 我看到你们 没抽到的宝子们别气来 咱们还有最后一只白色小鸟呢 这里面说不定就有你的星座呢 咱们一起来抽抽 请问你是来自冬天吗 怎么这么白呀 人家都在隐身啊 来吧 咱们直接剪开 不知道最度过抽到什么星座呢 拔拉开 嗯 不行看你星座娃娃了 你看 对不起不好吃 白羊的 白皮把他给兔子拉 呦 你来进一个白头发的 天呐 这简直是白羊粉羊啊 连头发都是和小绵羊一样的颜色 这个白点白的 好可爱啊 请问您的朋友们 赶紧点个个蛋吧 接下来就让顾客 我来为这些星座娃娃打扮一下吧 小皮丁 小猪子 开始整理发屁 我根本 我这星座娃娃的发屁 都说好了 他们真的太可爱了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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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欺负娃娃 哇 好可爱啊 诶 我的鸟蛋呢